韓國是長年要開著加濕器的 所以我特意買了一個大小的 這個好像是6L 裡面的水大概可以出兩天 大家好我是Mira 剛才其實我也是4點多起床 但一起床我又在按電腦 然後現在搞到 現在搞到已經就是7點了 嘩 這麼7天 每天都有這些警暴 警暴音實在是太嚇人了 每一次都會被它嚇到 我跟政府很喜歡傳這些訊息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可以提醒大家現在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多少感染者 或者他們的路線之類 今天這個頭呢 就是我驗了髮第四天 開始變得很綠 但我想說我用不同的相機 它出來的色差也有很大分別 用這一部它會比較偏紫的 我前幾天拍的時候 但是現在可能剛剛這個角度 現在就變得比較綠 不是啊 還是因為脫了色 就算我沒有洗頭 睡完覺起來 我都會發覺 頭髮是會脫色的 因為可能是 頭髮和頭髮之間有磨擦 所以就會這樣 其實我有發現呢 我越來越夜睡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知道了 就是因為我在家 然後不經常出街的話 那我的活動量 我的運動量就沒有那麼高 還有很多精力 就像狗仔一樣 他們如果沒有出去散步 有很多精力的話 他們在家都會亂咬東西 或者是不聽話之類的 就是因為我有太多精力 所以我根本不累 就是因為不經常出街 所以變相其實我現在有很多精力 其實我覺得除了我日夜時間 是完全顛倒之外 其實我生活很正常 現在是晚上7點 但如果現在是早上7點的話 整件事就會變得很合理 但是我真的 沒有辦法 我之前也拍過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試過挑戰一星期 每天做起碼 是完全失敗 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每個人的生理時鐘問題 我真的夜認人 而且我非常享受 夜晚所做的事情 我是覺得夜晚做事 我才會有靈感 我才會有衝勁 我才會有活力 早上的我是完全 很放屁 很鬆懈 所以剛才我起床之後 其實我是馬上開電腦做事的 我是 連東西都不用吃 我就可以很集中地做事 但是早上的我 是完全集中不到精神 好 現在因為都7點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要先吃點東西 好 那這個就是我昨天做的咖喱 超好吃的 我想說 我在日本買的這個咖喱 一盒 然後自己加水 再加自己喜歡的料 超好吃 但我想說它一盒的份量也挺多 其實我昨天已經吃了兩餐 其實我本身很不喜歡連續吃很多餐 同一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咖喱我覺得也OK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跟我說 煲已經花了 我不會再用 我找到適當的煲 我找到適合的煲 我就會換掉它 但是因為暫時找不到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是剛剛好 它是一隻手掌 這麼大的 我有看留言的 大家不用擔心 普通的話我最喜歡這一隻 吃差不多零的我都是 超好吃的 補妝其實真的放什麼都好吃 怎麼煮都好吃 我偶爾會覺得自己好像變得比較韓國人的口味 有原因是因為我偶爾會想吃泡菜 譬如現在這樣 或者是黃色的蘿蔔 清醒一下 但是我以前是超不喜歡吃這兩樣東西 泡菜的話有我可能會吃 但是泡菜的話其實我真的不太會主動去吃 我覺得很需要他們的存在 其實有很多人問過這個結他究竟有沒有彈 回想起好像搬了過來之後就沒有動過 搬了過來已經一年多 一年多都是當裝飾品給我擺在這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裡的隔音沒有我以前的房子那麼好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凌晨晚上去做的東西 通常我結他都是過了凌晨12點之後彈 我怕可能這個隔音沒那麼好會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我就不敢彈 誰知道白白就一年 還有因為最近我也有做GEL隔 指甲太長是彈不到結他的 所以也算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我的指甲已經又長了很多 這隻崩了 我已經約了過兩天就會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可以來破壞一下我的指甲 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指甲這麼長 我現在是很辛苦 其實為什麼我會做GEL隔音呢 就是因為好像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咬指甲 如果我沒有做GEL隔音的話 我指甲是會非常之短的 因為我看到這些指甲白色的部分 我就忍不住 很想咬走它 這個真的我從小到大一個 超級壞的習慣 所以其實看到這一隻我現在都很想咬 因為反正過幾天去換GEL隔音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要剪短一點 所以既然我自己剪也沒有壞 好爽喔 我覺得指甲變短了這個瞬間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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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好爽喔 好爽喔 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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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隊 5-5-5 其實11點 好 現在要洗澡 還有這個環保袋出外 其實比一頭我真的喜歡晚上多很多 晚上出來心情特別好 不過今天真的冷了很多 因為下雨 好 這裡有芫荽 1000瓶的瓶 封了 我太遲來了 我應該早一點來 我想說我每次來我都看不到雞翼 但是今天竟然看到 還有這個時候有雞翼 當然要買 我決定要買包米 因為一直以來都要吃即食飯 好像不太健康 本來算是快要買的 因為米很重 但是沒有很小 全部都是可能3kg 或者是 剛剛被我看到這個 應該是珍珠米 這個1kg 試一下 快點快點 快點 因為我們通常上網買回來的菜 或者是水果 我也覺得很快爛 如果你出來買的 你就可以自己選 因為 賣菜也有賣菜的趣味 所以我很喜歡買菜 或是行茶師 那些生活的800塊 那些地方 我一行可以走 幾兩小時都不停 自己 有牛肉 還有雞翼 還有大量的菜 這隻蟹柳很好吃 其實薯仔的話我是不喜歡它變得很粉很軟的狀態 但如果是薯條、薯圈、薯蓉的狀態 我又喜歡吃的 非常奇怪,我只是不喜歡它本人而已 但是真的很不方便,因為我當初是買錯的 我本來想買毛線,但我不想買右線 其實已經想要很久了,好像沒有買過毛線的 現在要來做這個Cono Bap 哇!好香喔! Hat Dog 比外面街上買的小條好多 20分鐘 忘了吃很多日子 好,趁烤的途中 用來做這個西柚 哇,超美 想不到它的量也挺多 所以我決定先弄一個 因為我連伊朗後不知道出來的味道會不會苦 所以這個是一個試驗品 其實就跟上次Dargy Chong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這次我沒有下檸檬 檸檬好像下不下都沒有所謂 我看到在留言我看到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我沒有下檸檬? 為什麼不需要去開貨布? 因為我做的那個不是士多啤梨果醬 我是做Dargy Chong Dargy Chong的中文我不知道是什麼 Dargy Chong是用來沖飲的 跟茶麵包那種是兩樣東西 所以做法都會不同 而這次這個茶蒙沖 都是用來沖飲的 平時大家在韓國的cafe裡面 會看到很多Ade 他們其實都是用這些來沖的 你看到有Lemonade 茶蒙Ade,沙果Ade 基本上全部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其實我真的不太肯定 但是我自己就會一個星期內 全部喝掉 所以我每次做的份量 我不會做太多 因為我知道自己一個星期內 是不會喝到那麼多 所以越做得多就令自己辛苦 剛剛聽到它叮了 啊!爆漿! 超硬的 下次焗三個字應該就夠了 但是這個Hotter是超好吃的 大家猜猜它會不會爆漿 好像很好吃 但是它的味道跟街上吃到的完全不同 鯛魚絲的話我平時喜歡紅豆多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買紅豆 但是這個Shot Cream也挺好吃 我現在喝不住了 我決定現在喝 就這樣看那個顏色 我覺得應該是不夠味的 因為我們平時喝茶蒙Ade 那個顏色是很深色 是橙色的 而且在咖啡裡面加的 不是就這樣炭酸水 它們會加七氣 嘩!好酸 如果加雪碧的話 就會完全是咖啡裡面可以買到的味道 我覺得在家裡 其實可以做得健康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OK 或者我可以加一點蜜糖 先試一下 加了蜜糖好一點 如果大家在家裡都想做的話 這樣才會中和到它那個酸 還有可能少少的苦味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有些苦苦的味道 好 現在要來醃雞翼 所以現在要來炒了 我也是喜歡的 但是我一定會在家裡 開始炒了 我還是要炒了 我已經炒了 就要炒了 我已經炒了 一個好醬 是炒了 我已經炒了 我已經炒了 我是炒了 我還是炒了 我已經炒了 他火力了 我已經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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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蜜煮 我已經炒了 OK OK 決即使 So the E minor I like to get in there just for habits You know But then D It's all three strings at the same time So It's important to practice this transition from the C to the G Because it's tricky We're basically going to go Um ローリー That was very like Douglas It almost sounded classical music or something We're, we're thinking We're We're ohhh tell me something girl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who do you need more is this something you a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所以說有茶咀和沒有茶咀的分別都蠻大 好 那在這條影片裡有回覆大家留言 這條影片之後也還沒回覆的 所以我應該先按這條開始 是 其實我是喜歡吃東西 但我煮東西吃是不擅長的 以前就是很簡單的把東西整熱 或者是把ABCD加在一起 但因為始終都自己住了這麼多年 尤其是近來只可以來家外買又不想吃 簡便的東西我覺得來來去都有個味 所以我現在就會開始想自己去煮 還有用一些比較健康一點的食材 雖然其實也有很多不健康的 因為我喜歡吃所以我喜歡研究怎樣去做得好吃 其實我知道要做得好吃的方法 但通常放很多甜味料或者放很多不健康的東西 但我覺得自己在家裡煮 其實盡量 有些材料可以減少我就會減少 但我覺得最近煮的東西是挺好吃的 我是親切的人 其實因為我覺得這樣 整個賣相比較漂亮 我覺得整個生活質素是加分的很重要 尤其是自己穿著 笑容 我想說 如果有followIG的朋友應該已經看到了 因為IG比較即時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即時的資訊 請followIG 那就是我買了回來啦 是不是很漂亮啊 但這個其實是key ring 其實我本身是想買項鏈的 但那條項鏈 我看到實物的時候 比我想像中小 比我想像中太女生 因為我現在這個髮色 其實是穿不到一些很斯文的衣服 加上我最近很喜歡這樣 超級casual 如果買了那條項鏈的話 我應該就近期一定用不到 抱歉大家 我常常都在晚上燒大家 如果是好的意見 我是會接受的 這樣才可以進步 這樣才可以加油 我轉了一個新logo 這個是我自己畫的 香港今天又一炮多了幾十個 唉 其實我落完冰 之後整凍了一杯 我就會把冰拿出來 對 我也覺得喝太冷 對身體不太好 對 我已經身受其害了 因為話說 早幾個月十月的時候 我不是去了濟酒島 早點十二月其實我也挺放肆地喝酒 那酒一定是冷的 我一月來period的時候 嘩 痛得我 通常我來period都不會太痛 量都是正正常常的 但是一月那次呢 超級痛 痛了兩天 然後兩天 我完全站不住 坐不住 然後睡又不是 我有沒有吃藥 好像有吃止痛藥 那我一月睡 其實我就少喝了很多冰 二月來period的時候 就變回正常了 是很明顯的 立即有看到改善 我覺得黑色衣服會比較好看 比較突出一點 而且重點是 如果我穿淺色衣服的話 會脫色 唉 它是會脫色的 所以短期之內 我繼續用這個 colour treatment的話 應該我就不太會穿淺色衣服 買多點黑色衣服 趕快要 我好久沒買衣服 這個要先買衣服 買完衣服之後 我想給大家看看我買了什麼衣服 其實我覺得SMR 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我一開始都超級不喜歡 超級不明白 不明白的同時 我又會繼續去看 你看一下 你就會繼續看 然後看完 但現在我也不是說 超級喜歡SMR 我之後會覺得 挺舒服 但有一種SMR 我覺得有點色情 是有些人會舔咪 總之發出一些 口水的聲音 對了 我完全不行 大家有興趣的 我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話說渣刀這件東西 基於太多朋友都說 覺得好像很危險的關係 所以我是會改善的 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馬上拍 其實都不是有寫口音 其實口音都明顯的 因為很多時候跟韓國朋友聊的時候 他們經常都說 現在你們會用Tigana 以韓國人的標準來說 其實一聽就知道是外國人 Claudia的話 其實都不是98% 其實她外國人的口音都有 但其實因為她比我早來韓國 然後她的底打也很好 她去韓國幾年 工作完之後 跟男朋友有很多年 所以其實她一直在韓文的環境之下生活 所以這些經歷是對她很有幫助 但我自己就沒有 有點可惜 對了 而且我覺得口音這件事都關天分子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學了很多年韓文 其實他們也有 但有些人可能學了一年 但一點韓文都沒有 我身邊也有不少這些例子 至於我PD 因為她來韓國都還沒9年 所以可能她聽力方面 她會覺得是像韓國人的口音 但我自己知道自己是 我不講韓文一段時間 我就會馬上講不到韓文 就會馬上啞了 做了這麼久 雖然有一個韓文的環境 但因為我不是經常出街 因為從以前開始 我也是一個宅女 我閉在家裡 我連東西都不講韓文 我連廣東話都會講得很差 最近更加不用講 我就經常留在家裡 我現在可能 一個星期講一次韓文 跟潑面見面的時候才講韓文 或者出去買菜的時候 然後我會說 你好 你好 其實不太對話 真的家裡這樣自然自然 所以我覺得 剛才那個留言說 用韓文拍一個Vlog 其實是 我覺得我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我會拍韓文Vlog 超級愛的皇帝彩 忽然想吃壽喜燒 因為壽喜燒是比想像中容易煮很多倍 其實是因為我懶得 所以我常常煮一些這些 所以我常常煮一些 可以一煮過的食物 差點酒 剛才有下酒的話 我現在先加一點酒 差很遠 如果家裡有任何的白酒也好 燒酒也好 一定要下 不是因為我喜歡喝酒 而是酒就可以 將整個味道提升 昇華 雖然賣相不是很漂亮 但是它的味道也是超級補償 嗯 是